17画面中一名原警正在巡逻 团路边一名会议男子向原警招手 没想到他开口就说他杀人了 向警方自首 原来是北市万华一处菜市场发生凶杀案 大批警力赶到现场发现被砍的男子 躺在自家楼梯间现场血迹斑斑 尽管救护人员赶紧CPR 但还是为时一晚 原警获报港户现场 应通报消防局救护人员到场 并预消防局同仁指示对伤者进行CPR救护 据了解原来64岁的李姓凶贤 是机械车问奖和57岁被害人 是住在同一层的邻居 因为噪音问题处不好 常爆发口角纠纷 甚至有过自己冲突 凶贤公称30号清晨他正要出门 就碰到死者持棍棒要攻击他 而凶贤为了自保才会拿蒙古刀反击 凶贤连刺死者六刀 手段几为凶残 而邻居反目成仇 确实刺死对方收场 而凶贤也被依杀人罪嫌送办 记者综合报道